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之源 健康止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哈喽 袁医生 你好 哈喽 大家好 袁医生 最近又在坊间上流传着有些人 对于同类疗法的一些攻击 其实在过往二百多年来 这个同类疗法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所谓的主流医学 都没有停止 不断地指控攻击 又说他们这些同类疗法其实是一个艺科学 一个心理的疗法而已 又说那些疗疗里面又没有物质的 那怎样可以医到病人啊 那些东西这样呢 这个不停不停地 有这些的 从来没有间断过停过出来的 但事实上在临床上面就以你 已经行医了利用这个同类疗法 差不多有三十年的经验上面 我相信你也很有资料 向我们的听众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同类疗法的应用 或者特质可以令到有些对这些指控 为他们作出一些反驳 其实我们不停地听到的指控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同类疗法的疗劑 是一个很经过很不断的稀释做出来的 那稀释到可以这样说 就是一个疗劑30c 30c的分能的疗劑 那就是说它会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就是稀释30次 那很多批评的人很通常利用这一点的 如果你将一个水呢 任何的物质 从一个所谓的Gran Molecular Weight的物质开始去稀释 你这样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稀释到12次 其实只剩下一个分子 一个分子而已 你知道一个分子简直少得不可惊人 那就是说你基本上是见不到任何物质的成分可以测量得到的 那就是可以说天文数字的稀释 所以它经常说 一样东西稀释到这样 是里面没有物质的成分呢 怎可能有任何的作用呢 不要说医疗作用 任何作用都没有 但是它通常它们就忽略了一样东西 其实在同外疗法的疗剂 在一个制作过程 是模仪将一些天然的物质 很多时候是草盆的物质 亦都有一些是矿物炎 亦都可能有一些天然的毒药 蛇毒 蜘蛛毒 但是它最重要呢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将这些天然的物质 是要经过一个 我有一个制作过程的 这个制作过程呢 就不单是稀释 还有要充能 它们经常不肯说这件事的 是 那之后呢 你会将一样东西 譬如将一滴的黄蜂 将黄蜂 颜碎了之后 拿一些液体锁水 颜到会变成糊 变成了漿 那么将一滴的黄蜂 颜碎黄蜂 就是加99滴水 接着就将它撞击30次 就是叫potentizer 即是早期的做法呢 就将一本厚的书 或者鞋底 啪啪啪啪啪 拍它30次 接着又倒了99%的成分 又倒了99%的清水 又这样碰碰碰碰碰的撞击它 所以其实呢 到和疗剂呢 不是就这样稀释稀释的 它每稀释的一个阶段呢 它要充能 我们叫做potentize 就是将能量释放出来的 当然了 如是者 你这样做呢 你用数学计算到 到最后呢 很多时候成为疗剂 其实根本是没有物质的 即是没有一滴的物质 原先的模型都没有了 在我们唯物观的科学的 所谓比较保守一点的 舊的尿通年牛津的科学呢 我们始终于物质的 当然呢 我们现在有个叫quantum 有个量子的物理 说的情况又不同 我在说纳米的科学 我也了解了 是很稀释很释成分 其实是可以发挥很大的能力的 但是呢 在所有这些这样的批评里面呢 通常呢 它都是着重于它 你那样东西 那个所谓的尿剂 稀释到这样 稀释到几万分之一 几万分亿分这样的 那你不可能有东西 那实际上真的没有东西 但是它既然说呢 你既然里面没有成分的呢 那里面即是没有东西 即是水了 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理的作用 没有医疗作用 任何作用都不应该有的 你只不过是清水而已 好了 但是 当你遇到这些这样的说法 而事实上但是呢 我们真真正正正 二百几十年来的同学疗法 是用在可以说现在有八十几个国家的 德国啊 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麦西国这些 有几十万的同学疗法医生的行医 瑞士啊 巴西啊 其实 其实世界上有百十几个国家 不是落后国家 是很先进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 同学疗法的注册的医生的 而很多呢 是本身呢 是一个普通的西医 就是所谓对抗性疗法的医生 受了一般的基本的医学训练呢 再专计成为一个同学疗法医生的 但是也都很多国家呢 譬如印度啊 巴基斯坦呢 它就直接训练的了 培训五年的医学制度 譬如在印度呢 每年有成一万八千的 新畢业的同学疗法医生的 那本身有成二十万的医生在那里行医的了 那你看到呢 就是它有去医院的 这个不是一个说笑的 是吧 成这么多十个国家 有医生的制度 还有它的医院 有它的医学院的 是吧 所以你经常说呢 这个是一个心理作用呢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你还要这样说 是吧 但是当然了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我们在我们目前的 所谓牛津物理唯物的科学里面 是解释不到 就是为什么可以一样东西 是真的物质上稀释到 是少过零的 是没有物质呢 是有可以做药物呢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是解释不到的 那当然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同学疗法医生 我都行医了三十六年了 由八年开始 我学习了之后 到完成了差不多是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 我相信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同学疗法医生 我很大机会 我是最有最老资格的 始终我们早年呢 百多年代 读同学疗法的人是很少的 那中国人更加不加少 是 所以呢 我自己行医几十年里面 我的经验呢 如果你要 我有四科医疗 即已经是 有脊医啊 有中医啊 有自然医疗啊 但如果你逼我 只选一种 那我觉得 同学疗法呢 我会留 我一定会保留的 因为呢 因为呢 在我的这么多年 行医经验呢 很多疑难习症的 古灵精怪那些 病是不可思议 人家医不到那些病呢 其实来到我身上 我都是用同学疗法 即是来 解了个结 来救回病人的了 那你说 你跟我说 这个是一种 心理作用呢 是不可思议的 我不是心理学家 我亦都不会和病人做心理辅导的 那我只不过用同学疗法来医 很多的小孩 很多的动物啊 狗啊 都是用同学疗法的效果 是惊人的效果来的 是很多的 当然我们看的 是严重病 我们没有什么普通病的 有一次 我最近 记得两年前 有一只 病人带一只狗狗来 是吧 那当然呢 他们看什么小兽衣 都没得看的 那只狗呢 就是神经系统的病 即是它賴疗 控制不了 还有脚走路不了 拖下拖下 那我都用同学疗法的疗劑 Cocicum 就是这样的疗劑 所以就一直走路 脚走路 尿又控制了 这个是两年前 大概的了 一直到那些疗病 一直都医了 就是医了几个 吃了一几个星期的疗劑 他就彻底康复了 成细了 都没有让我见他 但是见他 原来救病 一样康复了 OK 所以你跟我說這是一種假的心理作用,簡直是不能夠接受 還有記住,全世界有百億人流用 百億人流是接受同學療法的 你覺得百億人是自己蠢,自己騙自己是不可能的事 但始終我們主流的醫學都想盡辦法把這種有效、安全、便宜的醫療 記得它安全又是便宜的,變成藥倉是賺不到大錢的 就是想消滅它 在某些地方我最近所知道,英國以前英國國家的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國家保險是包括同學療法的,最近好像被它排下來取消了 這是一個對英國人的損失,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出錢去看醫生 英國也有五間醫院,都有同學療法的部門 或者早期是一個同學療法醫院 但現在它是一個門親部 它規模多大,我相信也不是大規模 比如在印度、巴基斯坦,整間是同學療法醫院 主要是用同學療法的行醫 所以你看到這個情況 有些地方被它消除了的服務方面受了障礙阻擋 但是在加拿大,例如在安大利亞,Ontario那裏 我時不時都回去 我亦都看到,原來最近政府認同了,認可了同學療法 就像香港認可中醫那樣,脊醫那樣 在那裏,在同學療法最近也被政府認可了 我最近剛剛去了日本回來 遇到有些在加拿大來的電台訪問 其中有一個中文電台叫Fetra 節目主持人都跟我說 其實在加拿大很多方面自然醫療 越來越多人接受 最近中醫那方面是在爭取全面被認可 就是全面的,好像香港那樣 但很可惜他只能夠,他就說 我們不會全面認可中醫,但我們只會接受針灸 就是部分認可你的治療方法,但不會全面的 所以他都在爭取中 但是在這些國家,譬如在加拿大 很多省份政府已經認可了同學療法 好了,我用簡單的常理 你遇到一個淨情形 譬如我看到一個同學療法的治療 我肯定是幫得到我的 但是你是解釋不到 你解釋不到為什麼一種稀釋的物質 可以治療到那麼多病,什麼病都可以治療 手口觸病,這些所謂病毒性的 沙士,這些所謂死人無數的 其實同學療法當時的成績是驚人的 譬如討論豬流感 1917年、1919年 全球死了五、六千萬人 當時其實有記載的 在同學療法的,在西醫院裡面 二萬幾千宗病人裡面的個案分析 他的死亡率差不多只有26% 而同等數字的 在當時的同學療法醫院 你記得當時有同學療法醫院 其實現在很多的醫院 全身都是同學療法醫院 發現他的死亡率是1.04% 你可以看到這些是真真正正的當時 切一般的事實 但當然主流傳媒 遇到什麼沙士、什麼流感 只有驚人從來不告訴你 其實根本在歷史上 今時今日 應該有這麼好的方法 效果對於這些療效 病毒性的病是很高的 時不時已有豬瘟 即非洲的豬瘟 中國也遇到這些問題 所以現在豬價貴了很多 最近有一個朋友在上面 他問我 在同學療法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已經建議了幾種工具 當然我沒有親身去 沒有看到上面的豬瘟 其實也挺嚴重的 一天發燒 第二天就死了 但是在過去的同學療法裡面 一直有醫治的動物 所以我都根據他 給我一些小小的資料 我都建議幾個療劑 可以給他 希望可以由這裡 可以將那個 同學療法 進入到中國大陸 因為現在中國的 健康問題 其實非常之嚴重的 好了 我講一下 其實當我們遇到一個情況 遇到一個 看到一種現象 這種現象是實實在在的 你不可能說這個現象是假的 有這麼多病人 然後八億的人 在全世界正在用的方法 怎麼可能是心理作用呢 沒錯 但是我們解釋不到 因為始終當一個療劑 和療法的療劑 有成千多隻 上去都幾百隻 但主要都是用天然的物質 經過特別的處理 處理就是稀釋和充能 稀釋和充能 最後成為一個療劑 在醫治什麼病都醫治 傳染病 就是一般的細菌感染 什麼都好 精神問題 自閉症 其實它的效果是驚人的 好了 但是我們是解釋不到的 我有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就是 我解釋不到的 我不明白 雖然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但是是假的 因為我不解釋不到 這是一種態度 另一種態度就是 咦 這個人是可以的 但背後的原因 我們都不知道 應該是否要去想一下 背後為什麼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有量子科學 亦都有納米的科技 其實那裡已經解釋了 但很多時候 在現時的主流傳媒醫療裡面 都不肯將納米歸納在那個 同學療法的 其實當然這方面的資料很多 但你是很少聽得到的 好了 很可惜現在的主流傳媒 包括網上很多的資訊 其實都是被人監控 如果你上網去查一下 譬如同學療法 你很多時候就會彈到 維基百貨的 Wikipedia 但你看看 Wikipedia對那個 字腰全面是負面的 還有一些假消息給你 彈到那個同學療法 是一文不值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用那些網上的資料 很多人說信不信得過 是很麻煩的 因為很多假的訊息 有些主流是特意放假的訊息 令到你混淆你的 變成你覺得 最後你覺得 唉我都不信得過 因為很多資料都不準確 其中是維基百貨 那個在網上 是全部對字腰是負面的 只是負面的 也都有人告他的 就是他批評某些醫生 那醫生去告他 律師信他都不理的 他不會幫你改寫的 所以你猜不到 就是我很多這些 所謂的百科傳說 其實根本都是垃圾 OK 好了 那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我又有兩種態度 是不是 一種就是說 其實他是真的 只不過這個現象 暫時我們科學的領域 暫時是解釋不到的 明白 剛才聽了 袁醫生對我們 將同類療法 一般人的誤解情況 也都解釋了 是的 我們現在在網上收到的資料 也都其實要用自己的智慧 去分析一下 究竟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的 不要一面倒的 其實我們也要有一個求證的態度 好像剛才袁醫生說 兩種的態度 一種就是 你不認同它 但是另一種 你可以其實去求真 這些事情 好了 這節時間我們都差不多了 一會兒回來繼續 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反駁對同類療法的指控》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H-E-A-L-I-N-G-DOT-COM-DOT-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反駁對同類療法的指控》 上一節你也解釋過 指控是來自哪一方面 也解釋過 同類療法的製造過程中 很多時候 大部份的傳媒忽略了 不說他怎樣充能 各方面 就覺得真的好像沒有物質 但其實現在在全球上 有超過80個國家 包括這些先進的大國 好像德國、印度、瑞士等 這些地方 都有人在用 有認可的同類療法 有8億人口採用 沒理由真的 這麼多東西都是假的 可以欺騙到這麼多的人 其實在一般市民 對於同類療法 或者是自然醫療的謬誤 其實是產生在哪一方面 其實除了同類療法之外 因為同類療法 又說你稀釋 稀釋到沒有東西 簡直說沒有東西的東西 是不可能有醫療效果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很多自然醫療的工具 那個治療的方法 都被人質疑 通常的質疑就是 你是沒有做過科學證實的 很多人聽過 很多人一聽過之後 沒有科學證實過 它是可以的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這樣 那就是不行了 你記住這件事情 當有人說 你這件事未被科學證實過 是可以的 不是等於那件事是不行的 你記住有分別的 那就是說 因為你從來也沒有科學證實過 它是不行的 你記住這件事 那為什麼很多自然醫療的方法 是未被所謂科學的科學證實呢 我先了解 什麼叫科學的方法呢 在醫學上科學證實是代表什麼呢 譬如你有一種方法 譬如你用洗腸這樣 那你洗腸 你醫療醫好了很多人的毛病 譬如一百個裡面 有八十個都覺得是好的 但是一般人的常理 你以為這樣證實了呢 其實在科學上 這個不是叫做證實 不算是證實 證實是說 你要做一個叫做雙重蠻像的 雙蠻的治療 你要做一個是假的治療 再比較真的治療 因為有心理的因素 心理因素其實都佔30% 所以所有的治療都是 心理因素肯定是有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做一個 假的所謂叫做控制的治療 是比較一個真的治療 那你這個不是一個科學的研究 記住這件事 好了 如果你需要這樣的 所謂黃金的標準 高標準 來鑑定某種的治療有沒有效呢 你需要做一個所謂叫做受控的雙重蠻像 那你試一下 譬如我說我想做斷食 我認為斷食能於百病的 那你怎樣做到一個治療呢 是可以用真的斷食和比較假的斷食 怎樣假的斷食呢 不吃就不吃的 怎樣吃了就當不吃 所以你不可能做那個所謂叫做控制組的 是 你做不到的是不是 譬如我說我可以用 譬如我發現我用那個布偉療法 那布偉療法當時 這個是教授級的 德國教授級來的 不是普通人來的 那發現布偉療法用那個麻糬芝士 混合那個阿麻糬油 那它可以有90%成功率 這個病不是只是普通病 包括很多心臟病 不是只是癌症 心臟病多方面的病 是很多人的文明病 其實都有幫助的 那我最近也有一個病人 都是聽我們的網台聽到 那他就有情緒病的 那他發現用了布偉治療是改善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 但是好了 那你說要科學證實 那你就要做個假的布偉的食療 就是假的麻糬芝士加阿麻糬油 那做不做到是做不到的 知道嗎 那譬如我說 我說那個疏碎汁斷食 疏碎汁飲食方法是癌症的 或者用菩提子汁的治療是癌症的 那已經有了這些資料 曾經有很多例子 有人做過 寫過書 但是你說做科學去引證它 你是怎樣做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假的果汁呢 假的紅蘿蔔汁呢 假的提子汁呢 你是做不到的 那就是說 很多時候呢 當你自然醫療被人指責 你沒有科學證實過呢 其實呢 原因就是 你是做不到 他們所要求的雙重蠻脹的研究 你是做不到的 但是當然呢 你有很多案例的嘛 你十個有九個好的 他都覺得是不足夠的 這個不是一個科學的證實來的 所以你怎樣呢 一般人不明白的嘛 一般人聽到這樣的指責 你沒有科學證實過 我們的簡單結論就是 那就是不行了 其實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的 不可以作這樣的結論的 你說我沒有用雙重蠻脹科學證實它 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做過而已 那為什麼我沒有做過呢 因為做不到的 可以啊 做不到的嘛 很簡單的嘛 你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怎樣做呢 所以不等於那樣東西是沒有效的 記住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反過來問他們 那你這麼相信科學 那你有沒有用科學的方法 證實過這件事是不行呢 你有沒有做過科學證實它是不行呢 是證實洗腸是不行呢 證實同學療法是不行的 你有沒有做過呢 你都沒有做過嘛 那你怎麼可以作個結論呢 就說它不行呢 你記住一下 不過有人來用這些方法 來踏踏自然醫療的工具的時候 你就反問它咯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給任何科學方法證實 告訴你 是證實我這種自然醫療的方法 是證實了是科學證實了是不行呢 其實它根本也是沒有的 所以呢 所以這個問題呢 這種說法呢 我叫做scientism 不是真的科學的理性的了解 根本是在玩科學而已 所以大家要明白 OK 真相呢 當然不是這樣啦 人的身體 我經常跟病人都說 你的身體是什麼做出來的呢 你的身體百分之一百是食物的營養 做出來的嘛 是 那為什麼你用一些化學的藥物呢 是自然界從來沒有出現過那些藥物呢 我叫做生命的義物呢 是進入你的身體 希望你讓你健康是不可能的嘛 把木的傢俬 爛了之後 拿木的去維修它啦 難道拿其他的料去搞它嗎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般人呢 是被人誤導的 是很容易被人誤導的 好了 那在英國呢 他就 也在同學的料法就說呢 我們根本是沒有科學證實 它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呢 國家不應該支持這種科學的 這種醫療服務 那所以最近呢 是真的給他們呢 就是將那個 本來是有國家保險的 都消除了 那當然呢 其中有原因就是 因為國家實在的錢 是用的太多了 用在醫療方面呢 已經用到它 差不多破產了 那所以呢 就慢慢減了其他的醫療 那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情況就是真的是這樣 好了 那到底 同學的療法 是沒有科學證實的呢 是不是真的呢 當然不是真的啦 是 無數無數的研究呢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的 不過呢 他們是選擇性不告訴你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資料 這個是 我覺得在網上呢 是醫學雜誌那裡 找回來的 比如我剛才所說 在印度呢 今時間有剩20萬個 同學療法醫生行醫的 每年有1萬2千個 新的同學療法的畢業生在 那有一個診所呢 叫做Banergy Homeopathic Research Foundation 在Cocaba 那個地方 在印度的Cocaba K-O-L-K-A-T-A 這個地方是實在在存在的 他呢 他在這個診所呢 他們呢 成功地醫了很多嚴重的 腦 乳癌 和肺癌 剩下幾十年 這個無數這樣的癌症 好了 那根據呢 美國的腦腫瘤科的協會 他一般呢 有一種的 就是非常之惡性的 腦的 叫做Glyoblastoma 一種叫做膠質母的 細胞瘤 是腦的 一種比較惡性的 腦的癌症呢 他通常呢 他那個存活率呢 是大概呢 是兩三年的 就是你用那些 傳統的化療 電療治療之下呢 是 他平均的存活率呢 是兩三年的 OK 那所以呢 這種這樣的 我們叫做神經 膠質瘤 Glyoma 是通常呢 是屬於叫做 沒有得醫的了 嗯 是沒有得醫的 就是是死症來的 沒有什麼醫到的了 你就是存活率兩三年的 那就是你不醫得兩三年 是 但是在Banergy 他的方案裏面 他的治療方案呢 他發現呢 百分之三十個 這些這樣的神經膠質瘤的病人呢 是 是 是活呢 活過是 遠遠 遠遠 長過 這些這樣的 的 的 所謂 西方的西醫的治療方法 包括 用那些抗癌藥啊 這樣 那還有呢 病人呢當然呢 也都那個生活的質素呢 是非常之高的 不會是因為這些 這樣的化療藥 做出來的那些副作用了 嗯 好了 在1990年到2005年間呢 這個 這個 Foundation 這個 那個基金會呢 就醫過了成 一萬七千宗癌症病人 嗯 有19%呢 是完全康復的 這些是講的是 嚴重的 腫瘤的症狀 19%是完全康復的 而21%呢 基本上是穩定了的了 OK 就是它還全是穩定的了 那就是講的是多少 講的是40% 40% 40% 你講的是 剛剛所講的那個 腦那個 那個 那個 是沒有得醫的 是死定的 是兩三年的壽命 你講的是19%是完全康復的 就是找不到痕跡了 嗯 21%是穩定了的了 還是存活在這裏了 那講的是40%的了 好了 那這位醫生呢 是Prasander Banerjee呢 是行醫了和療法是55年了 哈哈 而他診所平均每天是看多少 看800到900個病人 哇 整個大戲院那樣的 那而其中呢 300個400個是免費治療的 是 因到很多醫生的 我去過那裏呢 我都在那裏做過殺雜 我發現呢 他們很多醫生呢 在城市裏面呢 就有個收費的 嗯 那在鄉下呢 就有個免費 他們很流行這些做法 那樣這個診所呢 有每天裏面呢 差不多一半的病人呢 是免費幫他治療 40%一半的 那 那 還有呢 他這種的方法呢 他那個治療的方案呢 尤其是腦和乳癌呢 在美國的很有名的 叫Anderson M.D.Anderson 這個癌症中心呢 是 是 在Department of Molecular Genetics 是 就是這個分子的基因的部門呢 是 是證實了呢 是 這個的 這個中心 印度這間的中心呢 能夠呢 是 用它的方法 能夠殺死這些癌症細胞 而沒有傷害正常的細胞 那其實他用了一個療劑 他上了出來的那個療劑 就是 云香Router 6 云香在同一個療法 一般的資料裡面呢 都是對那些關節炎啊 那些肌肉啊 根基問題的 那原來呢 云香6C 分能一定要6C呢 是可以呢 是可以選擇性呢 是令到腦的癌症細胞呢 是死亡的 而令到那個 正常的白血球呢 是會生長的 嗯 而這個研究呢 這個對腦癌的研究呢 在美國的 有國際那個癌症的雜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cology 加上那個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就是美國的角力癌症中心呢 就把這個呢 是報告 是一個 Oncology Report 癌症的報告 裡面一個雜誌寫在這裡 好了 那今時今日呢 這個方法 這個Panagenia的方法呢 在有80個國家呢 是採用它的方法的 如果我們遇到腦癌呢 它會用Rutalox Rutalox 是為主的 那癌症呢 就是有很好的效果 OK 那 好了 在加拿大呢 就有一個同學療法的醫生呢 他就做了一個那個 那個Documentary 做了一個紀錄片的 就是講過 那個名字叫做 Magic Pills Promise or Placebo 大家可能上網也找得到 是 Magic Pills Promise or Placebo 那這個呢 就是講了出來的了 OK 有一個很出名的科學家 叫Karl Popper 他說呢 要絕對的真理呢 是很難成立的 因為絕對的真理呢 要做一個無數無數次的研究 的實驗 才會證實的 但是如果是假的東西呢 是很容易證實的 只要有一宗是相反的 那你說 你也說同學療法是假的 假的是偽科的 但是你Banagenia這個研究呢 這個實習呢 這個臨床的醫腦癌的成功率呢 是真的啊 是的 那就是說 同學療法是假的 就破壞了 是不是 就是 好啦 所以你看到呢 其實呢 在外國呢 有很多很多的科學的研究呢 是證實了 是真的 這個同學療法 都是不是假的 是不是 有成八億人口呢 全世界呢 是經常呢 是用著 就是同學療法的 難道他們個個都是在發瘋 在那裡拍網照呢 是不會 不是集中一個地方 是全球那麼多人 全球那麼多人 他們都不是在那裡幻覺的 是吧 好啦 原來在法國的一般的家庭醫生 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國的GP啦 皮膚科醫生呢 和兒科醫生呢 都會用同學療法 在他的病人身上 嗯 百分之九十五的這些醫生 就是家庭醫生 皮膚科醫生 是那個小兒科醫生 都會用的 OK 那你怎麼可以說 這些醫生全部都在那裡 在那裡自己壓自己呢 是不是 好啦 那你看回同學療法的文獻裡面 有一個成一千個的臨床的研究的 有成二千二百個呢 是基本科學的研究 以及觀察的研究的 那當然呢 同學療法呢 有一個問題呢 他的研究呢 都不是很大型的 嗯 那當然呢 因為原因就是我們沒有錢嘛 是 政府沒有人肯出那麼大的錢 因為你要大型的研究 是要經費很多的 那所以很多的研究的數字呢 都不是很大型 那好像幾千個都不錯啦 幾百個都不錯啦 是 那所以呢 其中做了一個很嚴謹的研究啦 那這個是1998年的 那有一個腦膜炎 一種那個球菌的腦膜炎 Meningococcal 在巴西出現的 那當時呢 巴西的政府呢 是沒有足夠的所謂疫苗啦 嗯 那所以有一班的醫生呢 和同學療法醫生呢 就開始呢 就用同學療法的療劑呢 一種就是腦膜炎的同學療法的療劑啦 那就是將腦膜炎的藥呢 或者那種菌呢 將它不斷地稀釋 不斷地稀釋 成為一個療劑 然後呢 就來到再種疫苗啦 用在六萬五千八百個病人的小朋友裏面的 OK 而最後呢 有二萬三千五百的呢 就叫做控制組啦 因為它沒有去 就是沒有去 嗯嗯嗯 另外一个在1994年有一个叫双重盲障的研究 在华盛顿大学和墨西哥Guarda-la-Jara的大学里合作 当时去医那些尼加拉瓜的婴儿和孩子六岁以下 当时出现那些小鸿仔的吐射在那些国家 很多小鸿仔因为这些吐射而死亡 很高的 当时大家合作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它肯定是有效的 在数据上是非常有效的 不是只是percebo的 而当时外国有一个医学雜誌叫做医科雜誌 刊登了这个研究出来 结果这个编辑被人骂到瘋了 说真相出来都是怕骂的 被人骂到瘋了 然后四年之后 在尼泊尔尼泊尔也出现一些小鸿仔的吐射问题 重新再用同学疗法的疗劑去治疗 据我所知他用的疗劑好像用一两种 当时適合这个小鸿仔给他用 比较没有用疗劑 在尼泊尔尔又重新来过 在瑞士也有很多所谓叫double blind randomize 就是双重盲障的研究 加上我们叫做clinical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的研究 发现同学疗法 医生鸿仔对那些过度活跃症 ADHD 过度活跃症和关注问题的 ADH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是很好的 OK 不是说是心理作用 小朋友这些过度活跃症 你怎样可以和他说心理作用呢 是的 好了 今天你知道了 一般的小朋友遇到这些问题 吃什么西药 很多了 Adderal Ratalin Conserta Procentra Velbertrin 就是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Mephyl Amphetamine 其实是一种speed来的 一种刺激药 你可以看到这些药的副作用是很明显的 副作用包括嘔吐 那个头发脱 体重消减 缓云 眼花 急躁 焦躁 失眠 还有血压增加 还有性能力会减低 所以这些是小朋友而已 但这只不过是Adderal 这种药的只是说这种药 在FDA 曾经有一个黑色警告 因为有51个小朋友 是死着死了 暂时今时今日还有4.800万人吃着这种药 包括有些五岁或者年纪轻的 有时六万三千个五岁更加年纪轻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药 你看到这些药的指标里面 指引里面 比如Procentra 这种药里面 指标的副作用包括精神和 Manic 就是那些粗狂的症状会出现的 包括新闻仔听到声音 就是还听 对 这个令到可以加强那个醋狂症的问题 如果大人吃 OK 也都会增加小朋友中风或者心脏病死亡 这个就是Procentra 这种药是写明的副作用 Ritalin 有一个经常用的 就是医医那些过度医药症的药 那 发现 它 好像可乐英那样 那它说 包括那些症状是Delirium 神分之软 很多时候是中毒性的精神病 以及幻觉 你可以看到这些这样的研究 其实有的 是相当之多的 OK 不可以让人经常这样说 这个是一种假的 是没有科学证据的 其实科学证据其实是相当相当之足够的 OK 好了 所以正如我想说 我们经常性 包括主流传媒那些所谓的百科传书 其实很多时候 都给那些是错误的假的消息 是故意给你的 比如说到同样的疗法 这个是全世界 可以说 是我经验里面 这个是最有效 最值得推广给中国人的医疗 很可惜 在今时今日 中国人认识的同学疗法 都是比较少一点的 根据刚才 医生给我们的资料上来说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一般市民 那个就是比他们所说的 那个的科学根据 说没有科学根据 而谋误 而来到影响了的 那我再来看看 我刚才这么说 很多国家都企图把同学疗法的服务 是消除的 即因英国就是这样 但是瑞士很有趣 最近出现了 我经常说民主民主 其实我们在民主自由的国家 其实很多这些地方的国家 其实我们在医疗方面 是没有这个选择的 是逼你要打针 就算是不是逼你 也是欺骗你 好像你要打针 还有很多医疗选择是没有的 是 你要政府出现的 就只是对抗性医疗 那些用那些失诱的方法 其他是不会给你的 所以这些所谓的民主 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来的 反而瑞士很有趣的 有一次政府都受到压力 就要将那个同学疗法治疗 那个分定 那个资座 那资座要消减它 那当时瑞士真是全民民主 是是是 公投了 是是是 很流行的 很公投了 而当时公投的 百分之七十的瑞士人 就是反对 你一定要继续 然后供应那个同学疗法 那这些事在美国 一定不会发生的了 OK 完全没有这个选择 在香港也不会发生的了 这些不是真正的民主来的 我们根本是被大财团 大机构是控制了的 OK 所以你看到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 如果被人选择 比如我香港 如果我做了公投 给香港人 你愿不愿意 香港的医疗的经费 是应该包括其他的医疗 包括自然医疗 和他疗法 中医 全面的包括一些 中医有自己的医院 自然疗法有自己的医院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真相了 现在今时今日 在现时的医疗环境 大部分都是一个受害者 都不知道 其实很多人的病 很多人的受苦 都是没有需要的 因为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好的医疗 包括 然后我们在自己 我用了三十八年的 和他疗法 这样的 OK 好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所以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或者我们维护我们自己健康 我们自己家人健康的一个 一个自己可以有自主权的人士 其实就应该要深入了解 多些究竟所说的 没有科学的证实 而是否真的 而在 放在你面前 有这么多 那个临床上的数据 那个现状出现了的时候 是不是都认为是假的呢 正如刚才说 在印度那里 做了15年的研究里面 有40% 这种严重的脑癌的病患者 都可以得到一个康复 那这些 是不是真的叫做是假 是一个 艺术科学 是一个心理的障碍的问题 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你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你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